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杨老汉那早市的媳妇儿给他生了一个好儿子 杨老汉用了五个馒头 请当地的老先生给他儿子起了个好名字 叫杨千玺 儿子长得非常的强壮 又长得好看 杨老汉一直为他有个好儿子 而感到开心 这也是他愿意留在世上的唯一牵挂 这一年 连续半年没有下一滴雨 整个庄稼的收成 不足往年的一半 可前三收租可不是这样收的 不管收成好坏 租金一点都不能少 如果缺的部分不但要补上 而且还要算高额的利息 这部杨老汉被前三派人拉到账房 前三凶神恶煞地对杨老汉说 杨老汉 今年的租子只交了不到往年的的三分之一 剩下租金什么时候交起 杨老汉愁眉苦脸地和前三说 前老爷可否宽限一段时间 你也知道今年半年一滴水都没有 今年收成不到往年的一半呢 来年丰收 我必定会全部补上 前三怒斥道 下不下雨关我鸟事 来立下字句我暂且给你一个月时间 你起去筹粮 如果一个月后筹不到粮 有你好看的 来管事让他画鸭 杨老汉看着白纸黑字 他大字不识一个 卑躬屈膝地问 王管事这字句上写的啥 赶快画鸭 少啰嗦 难道前老爷还会坑你 王管事不耐烦地回复道 杨老汉在王管事和前三的逼迫下 无奈地画了压 杨老汉回到家里 躲在房间里抽气 心里想着上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 一个月筹粮 我到哪里去筹粮 现在家家户户缺粮 为了节省粮食 父子俩每天从两餐改为一餐 可是日子还是过不下去 想到这里 杨老汉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过了一段时间 杨老汉的儿子杨千玺干完农活后来到房里 看到爹哭成一个泪人 连忙问 今天怎么了 今天到钱老爷府上 钱老爷怎么说 我们租金能明年交吗 杨老汉挖的一声 儿啊 我们的命好苦啊 钱老爷让我们再一个月筹集粮食 可现在家家缺粮 咱们哪里筹粮啊 杨千玺安慰杨老汉说 这不缓一个月吗 咱们先想想办法 活人难道还会被尿憋死 等一月之期到了 我陪你去 杨老汉抽气几声说 眼下只能这样了 儿啊 还没吃饭吧 咱们做点饭吃吧 今天累了一天了吧 转眼一月之期就到了 这一个月杨老汉和儿子跑遍了十里八村 却没见见到一粒粮食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 去前三府上恳求再宽限一些时间 什么 一粒粮食都没筹集到 那咱们今天就好好算算账 来人关门 屋子里传来前三暴怒的声音 岂有此理 怎么这租金比一个月前涨了三成 杨千喜怒喝道 王管市拿出杨老汉千的字句 大声地说 这是你爹千的字句 二月息三分计算 白纸黑字加上你爹化的呀 你们别想抵赖 杨千喜怒无可赦 可又无可奈何 你 你们想怎么样 前三仔细地瞅了瞅杨千喜 喜笑地说 怎么样 小伙子看你挺健硕的 要不这样 你到我府上做工吧 用于偿还今年剩下的租金 当然为表诚意 明年的租金 你爹也可以不用交 这样你爹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否则的话我就拉你爹见官 所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到时你爹这把老骨头 还能不能扛得住酷刑 那就是杨说的事了 杨千喜思考了一番 为了爹 他也只能无奈地妥协 好 钱老爷 你说话算数 难道我还会欺骗你一个庄稼汉 前三不屑一顾地回答道 杨老汉着急地说 千喜不可 咱们回家想办法再凑一凑 一定有办法的 杨千喜哀叹地劝说道 爹十里八乡 咱们都跑遍了 咱们接受现实吧 此事过后 杨老汉只能独自回家 回家的路上两眼模糊 这件事对杨老汉来讲 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不久就因为 心理生理上的双重压力 并倒到床上 很快就离开了人世 从此杨千喜再也无家可归 话说杨千喜在前三家做工 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 简直没有一刻的休息 一大早她就需要去捡牛粪 上山砍柴 然后去割草 回牲口 农活时间又要去干农活 转眼间 冬天是去 春天到来 这一天杨千喜扛着扁蛋 拿着砍柴刀 准备去后山砍柴 在走到一条河边的时候 突然听见 救命呀 救命呀 杨千喜急忙朝声音的方向跑过去 只见一姑娘掉在河里 在河里不停地扑通挣扎 杨千喜没有丝毫犹豫 放下扁蛋和柴刀就跳进河里 把把姑娘救了上来 此时姑娘因为在河中吃水 已晕了过去 杨千喜抱着姑娘抱到岸边 不知道怎么办 她用手指在姑娘鼻子上放了一放 发现姑娘的气息微弱 杨千喜觉得她应该是缺气 也不管男女瘦瘦不亲 就直接就亲吻上去 哇 浩田杨千喜心里想到 啪啪流氓你干什么 此时姑娘清醒过来 脸颊通红地看向杨千喜 杨千喜摸了摸自己通红的脸颊 微怒地说 姑娘你干啥 我刚救了你 你 你是彩霞姑娘 此时彩霞也静下心来 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杨千喜 千喜哥哥是你 你怎么来上山砍柴呀 前段时间听说你爹病故了 杨千喜悲痛地说 是啊 父亲去世了 我都没有看到他最后一面 因为我家欠钱老爷租金 被迫到钱老爷家做工还债 你呢 彩霞妹妹 你怎么掉到水里的呀 彩霞也抹了抹眼泪 千喜哥哥我也一样 我爹也是欠钱老爷租金 我被抵债给钱老爷做他三房的丫鬟 这不这次来洗三房的衣服 不小心掉进河里了 彩霞妹妹 你衣服都是透了 把衣服晾干吧 要不会生病的 嗯嗯 于是他们捡了一些柴火 生了一堆小伙 彩霞妹妹 穿上我的外衣吧 你把衣服换了 然后烤干 那千喜哥哥你转过去 我好换衣服放心吧 我不会偷看的杨千喜拍了拍胸脯说 因为和彩霞是同一个村的 都有相同的遭遇 他们俩也惺惺相惜 在烤火的时候 杨千喜傻呆呆地看着彩霞 彩霞脸颊通红 千喜哥哥你盯着人家看干嘛 人家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杨千喜笑一笑说 彩霞妹妹越长越好看了 这十里八村的没有谁 比彩霞妹妹好看 彩霞脸红得更透 像熟透的苹果 哎呀哎呀地说 千喜哥哥 你说哪里的话 难道我以前不好看不入哥哥的眼 杨千喜赶紧否认 吞吞吐吐地说 怎么怎么会呢 彩霞妹妹一直是我心中最美的女孩 眼见时间过得飞快 彩霞的衣服也烤干了 杨千喜也不得不砍柴 要不会被王管是适则骂的 彩霞在洗完衣服之后 也过来杨千喜捆柴 还时不时地用自己的手帕 给杨千喜擦汗 杨千喜闻到一股香味 开心地说 彩霞妹妹的手帕真相转眼间 天色将黑 杨千喜和彩霞 也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后山 从此之后 杨千喜和彩霞都会在后山相约 两人之间的情愫和爱意也越来越浓 可这个消息也不进而走的 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 当前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怒不可遏 恶狠狠地对报消息的狗腿子说 去 给我盯着杨千喜那穷光蛋 找机会把她搞死 敢抢我看中的女人 她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原来前三见彩霞长得漂亮 一直想占美己有 可是彩霞宁死不从 当得知杨千喜和彩霞的事之后 她觉得是杨千喜坏了她的好事 就打算置杨千喜以死地 好让彩霞屈服 通过几日的观察 狗腿子报告杨千喜 每天都会在特定的时间 去和彩霞相会 前三得知消息 提前在他们相会的地点 做好了埋伏 准备一举搞定杨千喜和彩霞 果然杨千喜在彩霞相会时间 双双出现 趁他们相拥在一起的时候 突然把他们包围 前三恶狠狠地说 杨千喜你好大胆子 竟敢拐骗我家使女 杨千喜针锋相对地说 前老爷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和彩霞本来就认识 她是我一个村的 何来拐骗之说 前三根本不听 只是大叫一声 狡辩 来人给我往死里打前三 带来一跳打手 一下子就把杨千喜打倒在地 而且个个都下死手 往杨千喜的脑袋 等一些关键部位打 明显是要置杨千喜一死地 彩霞连忙跪到前三面前 前老爷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 只求你放过杨千喜 前三听彩霞这样讲 他更气了 还劝彩霞说 杨千喜他就一穷小子 跟他有什么好的 你跟他只能跟他去讨饭 还不如跟老爷我 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怎么样彩霞姑娘 然后让狗腿子 往死里打杨千喜 不一会儿杨千喜 就被打得气绝身亡 彩霞只能抱着杨千喜 不停地哭泣 杨千喜 杨千喜 你怎么舍得丢下我离我而去 呜呜呜 前三怒不可遏地说道 来人 把彩霞和杨千喜分开 然后把杨千喜丢下山崖喂狗 一大票人 强行把彩霞和杨千喜分开 他们挑着杨千喜 往山崖方向走 杨千喜的经过的地方 雪白的花朵都变成了通红色 彩霞也追着边走边哭 杨千喜 杨千喜 你不要离开我 你不要离开我 你走了我怎么办 带我一起走吧 带我一起走吧 杨千喜被扔下山崖之后 前三叫人把彩霞带走 彩霞死也不走 一直对着杨千喜 掉下了山崖哭泣 慢慢地流下的眼泪 不再是白色 而是一滴一滴红色的液体 前三见状也有点害怕 便只留下两人看着彩霞 自己回府 还派人去叫彩霞的父亲 让彩霞的父亲来劝彩霞 彩霞一脸哭了三天三夜 凄惨的声音在大山游荡 杨千喜 杨千喜带我走 带我走 期间 彩霞的父亲前来劝阻 也丝毫没有一点作用 三天后 山崖底下突然出现微微金光 前三文言赶紧带人赶过去 只见山下的金光也越来越亮 山上突然狂风大作 天空电闪雷鸣 突然从山崖底山崖底下 飞出了一只漂亮金色的小鸟 小鸟一闪一闪地 展现出了杨千喜的虚仰 彩霞见状用凄惨的声音发出 杨千喜你来接我来 也不管脚下就十万丈悬崖 直接向杨千喜所画的小鸟跑过去 奇怪的是彩霞并没有掉下万丈悬崖 走着走着身上散发出金光 两只手臂慢慢变成了翅膀 不一会儿彩霞就画成了一只金色的小鸟 何阳千喜所画小鸟成双成对 飞向远空 逐渐消失不见了 前三见到这一幕 又惊又气 一大片红色液体从他口中喷出 前三晕倒在地 被自己所带来的打手带回了府中 也会去山上祭拜杨千喜夫妇 时常有两只金色的小鸟 会从山头飞过 后来他们都说那两只是比翼鸟 象征着情比较精尖的爱情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